台北股市的重头戏 台股店嘛 当然不管它的股价多高 可能大家可能手上没有 但是它会影响是指数 对 因为它今天一口气 就先蒸发了21.6点 当然我们算22点好了 那事实上也不用太悲观 那你只有填息的话 就没有22点 就过去了 现在市场上说没有填息 不过我们是这样讲 如果市场上评估说 它会怎么样 也不见得如期 因为你还是要看美国股市 这两天被办也是比较平平 所以我们还是从这做考量 那我昨天跟大家提到 今天两件大事 第一件叫做美光 美光盘后财报公布不错 涨了4.3% 待会我们可以从美光的图表 来做看一下 因为我再跟大家重复一次 大家一定要了解 我们科技股的最上游 叫做半导体 那半导体的最上游 就是地润 就是记忆体 所以记忆体就是最最上游 所以它攸关半导体 当然就攸关台积电 或者整个半导体的走势 我们这样讲 因为台积电在 在飞行半导体的 全重相当大 如果以市值来看它算是第一名 台积电台湾之光 在飞办里面它是第一名 所以台积电也会牵动飞办的走势 我觉得这个都息息相关 有些东西我们有时候会不断重复说 美中贸易战打的就是五局之战 看着就是废半导体 所以半导体变成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点 这我们待会在华为 扩大华为制裁里面要稍微跟大家提到 我们先来看看啊 这个美国股市的这个 事实上不是我们 台股最近这两天开始经浪 美股也是一样啊 你看四分 我们没关系 反正过高点嘛 我们图景稍微放大一点 这两天都小涨小跌 对 这就是也是悶悶的啊 可是我们看到喔 美股虽然还是有一些量啊 就有买盘又有卖盘 你看我们现在的融资啊 融资小增融件小减 也都是在那边混啊混啊 然后外资现货买 其货是比较保守的 把多单稍微减少一些 你看都有点这个 那我们再来看看 你看这个 最近这几天是在这边绕 这边绕 那如果我们讲这个 如果技术线型 我还要再跟大家讲 现在这个高档 不太能够一直出现十字线 这样大家懂意思吗 我们从技术面讲 这里有一个十字线 然后进入整理 所以十字线变盘不见得马上下来啊 说不定他这几天又出现十字线 又出现十字线 如果连续再出现两三十字线 大概高档 短线的高档大概就近了 这个一定要稍微留意一下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 这个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你看 这就很明显啊 你看他现在纳斯达克在这边啊 我们稍微放 如果能够再放大没关系啊 是不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现在都是十字线 都是十字线 都是十字线 所以这个也有一点小疑虑了 这些都有点小疑虑 比如说高档走到这边 我们说实在啦 四分你也知道 我们现在外资 美国的机构大咖也都在休息啊 对不对 也有Christmas的假期啊 所以不要记望 所以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一个月到底 因为我们昨天有听到 这个前天有听到说 市场上喊说 这个月的月底就要一二六八二 其实我们说一二六八二 你如果从我们一万两千多点来看 一万两千一百多点来看 事实上也是只有四五百点而已 但是你看美股是这样的一个架构 好 我们再来看看 那标普当然就这个费半 我们看一下费半 费半蛮特殊的 费半蛮特殊的 因为你看这个费半就直接跟美中贸易谈判 有很大的连动性 所以费半很明显的 虽然这几天都在上涨 可是K棒都是黑K棒 而且是十字线 但是今天晚上对它 对费半就很重要了 今天晚上为什么对费半很重要 因为今天晚上有一个 有一个美光盘后现在公布 我们把美光的图形 打给大家看一下 美光今天是相当重要的 美光 好 那美光我们用的是月线 为什么要用月线呢 因为这里有一个历史的高点 这个历史高点 事实上我再强调一次 外国的K线是 绿的是往上的 红的是往下的 好 那这个图形已经有点慢慢出来了 那是不是能够挑战这个的话 那如果挑战这个的话 那我说过嘛 半导体的最上游就是 科技的最上游是半导体 半导最上游就是记忆体 所以最近第一起 几起直攻的话 我认为不要太看淡 那个都是台积电的功劳 所以我们再看看 如果今天盘后 这个现在是涨了4.3% 你把这个4.3% 跟昨天的收盘 大概在54块 54块 53块附近的话 你再讲个4.3% 大概如果今晚这样能够讲 说不定涨更多 我还是强调盘后电子盘不代表一切 事实上我们从他的财报来看的话 只是比预期好一点而已 可是还是衰退 现在股市就这样 你比预期 白亚认为不好 比预期好一点股市价容易涨 但是你真的是比去年来讲到 它是衰退的 所以美国当美国这些经济学家等等 都在分析美国的现在估值过高了 这一点不能否认 好 那我们说美光的话 那当然就是要谈论到 因为这个都算是跟大盘权重有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想到低润一定想到两档股票 叫做2408的什么 南亚科 南亚科就很重要 那南亚科 你看最近的股价 这个图形就可以稍微再缩小一点 把图形缩小一下 你看南亚科也是要挑战前高 这个高点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讲 那个美光的高点 对不对 美光 然后你看到马上它要挑战前高 底部也出来了 不过来到这里 能不能一口气挑战前高 也就是说如果今天 我们直接能够挑战这里的话呢 前高 那今天晚上美光 可能就涨4%5% 4%5% 我要强调电子盘不代表正规盘 这样的意思吗 不代表正规盘 但是电子盘有时候它有激励 因为电子盘正在亚洲盘嘛 对不对 好 那但是我们这个股票的话 这个法人 最可以值得留意了 因为我们看到最新的法人的目标价是多少 还不错 是这样子 你是不是说你现在才八十几块的话 还是有相对的空间 我们喜欢在这边跟大家提到说 因为这个法则报告 有时候投资朋友不容易拿得到 就是说我们 因为这个有一些目标价的话呢 所以信他 但这个不见得百分之百啦 法人有的调高 或者调价也不见百分之百 但大家心里有个底 那一样我们再强调 低院的股票全世界不是看三星 不是看海力士 一定是看美光 我们再看另外一档二三四四的这个华邦店 华邦店就很奥妙 你看华邦店就那个样子就没有那个南亚科的漂亮 对 他也是大股票 那华邦店有个小盲点 就是说现在法人的目标这样保守都在这个位置而已 就前高 就前高 可是也很接近啊 这二十块啦 对啦 所以反正这个股票你要先帮一边 还是讲 因为没有办法主流中就是还是以这个南亚科为主 这一点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那事实上我们再过来看股市当中的话 因为美国股市也有点金金涨 我刚才才跟这个斯芬在聊 说好像在这边来到一万两千点 大家感觉上好像 好像没有那么赚到钱 好像外资啊 因为我们看一下价钱指数好了 我们下一下我们再回来看价钱指数 像我们台北股市啊 目前啊 我们说起来台湾志光叫我第一名 真的啊 你亚洲市场那里没有涨那么多 他最强 而且这个图形越越越 你看那个乖离啊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哦 越来越大哦 现在也没有在Kate什么乖离了 好像也没有 对 对 反正我这样讲就是 其实你 我们为什么今天 今天媒体已经说了 说一万二 一万两千点以上 好像投资本赔钱居多 为什么 因为外资赚饱饱 因为我说过嘛 就只要做做台积电指数就上去了 不过我还是强调 外资在期限货有一点不同调 那这个照理说 如果在以往这个规格 那个期货的多单流仓口数 应该已经六万七万了吧 对不对 在以往啊 那以前最高还来到九万多口 现在大概四万多口而已 所以外资好像有一点偏中性 有一点偏中性 那只要到台积电就可以了 那我还是强调 刚才四分说的好 现在好像不太怕乖理 可是啊 到一个程度上 总是要有一个 有一个拉回整理的 大家也要比较好做 所以我还是强调 自然报道 不然媒体都认为说 好像投资人都没有赚到钱 那可见 大家就不要太急躁 反正啊 我经常你跟四分说 今天没钱而已 今天没股票好买 对不对 你要胜选股票 那当然最近做短的投资 也比较多 大概有时候短打就赶快跑 所以你才让觉得说 指数是这样的格局 这稍微留意一下就好 可是多方没有变啦 好 不过今天重大的新闻 教理面部分 我们来关心一下是华为 这一波第一阶段的美中 我们说打完了 对 可是他华为不在里头 对 也就是说华为还在打 现在美国继续说了 不停火的 对华为政策是不停火的 不停火 但是华为似乎他心机照发 台湾之前说他的心机不来了 对 但现在说不迟到 我们华为心机照推 所以在这个跟美中之间的关系 对华为来说 他的影响是不是越来越摆脱了 好 我应该有一个图表 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图表 因为这个关键到 我们看那个图表 因为现在变成说 现在到底打什么 对 到底对华为打什么 对 所以我说我很怀疑 到底苹果明年会不会出5G 因为我说 同志你把这个逻辑退下 为什么苹果会说到说 他的5G可能慢的话 会不会是一个借口 对不对 会有delay的借口 那一直对这个华为的话 因为最近不止这个 就包括日本结合欧盟 结合美国 都在在做一个所谓的 量子的这个量子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控管 这个安全的问题 好 那我认为我们从这个新闻来看 因为它标准量 一个时候 自己的25%的标准量 10%的标准线 如果争议软件期数 然后这个都是在控管 这都没有什么 好 原来的措施 新措施的引述原则 然后新的一个措施 它对新的措施 还没有讲得很清楚 但是通常 我们事实上 我有一个比较深层的担心 我们看到这个华为 多数的产品都含低量的原则 华为多数的产品将怎么样 将受管于10%的标准线 好 标准线 那我就说 如果对于美国的企业 它的标准是比较严苛一点 10% 那如果它绕回来 真的要扩大制裁 是不是你有没有想过 它说真的要扩大制裁华为 会不会也要求提供华为的供应厂商 比如说现在华为只能靠台积电而已 它会不会 因为台积电现在刚好散过 那个级级大概30% 如果你供货给华为大概30%左右 那所以你不会被制裁 它刚好在20几% 这样懂意思吗 如果它现在这个美国对华为这些措施 有没有低于把它降低 你供给它10% 以前30%现在是10% 对 那如果对美国 对啊 如果我们这样讲 如果你对台积电也说 那你如果超过20%的话 我就要对你禁制令 那不是对台积电也有伤害吗 我们讲说它是要扩大 现在目前为止是扩大 所以它降低的标准的原因是这样 大家要搞懂 所以我的看法是 大家反而要留意一下 就是说万一它真的扩大到一个程度 我会影响到台积电供货给华为的话呢 对台积电也采取禁制令的话 所以这个 所以我们我以前 我这几天就跟大家讲一个观念说 我们在电子的世代 因为交替太快了 那今天涨的明年不见会涨 尤其明年的上半年 所以除非说 苹果很强烈的证明说 它一定可以推出5G的话 因为我们今年的不要忘了 今年5G普通像散热那些双红 都涨四到五倍了 我们去年不是涨被动元件吗 被动元件两三百块 被动元件的国际涨到一千三 也是四到五倍 隔年的就上半年就先拉回了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世代交替 这很简单的道理 我用一个最简单 如果让被动元件当数好的时候 这个国际从15块变成80块 因为试矿好 可是试矿好是不是大家都在扩产 国际自己本身也扩产 春铁也扩产 扩产之后量就大 当然股价就跌了 一样呢 大家把5G看得好 一定拼命扩产 对不对 一定拼命扩产 扩产之后 会不会变成功过于求呢 就要留意了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反而在这个 扩大对华为的制裁的话 我们认为说 这是本来川普的政策 那扩大也是合理的 对不对 可是会不会影响的范围也扩大 因为川普是这样扔头勤滚 那第一个阶段切的时候 会不会第二阶段 开始马上就开始禁止动作的话 这个我们认为在明年初 会有一个答案出来 好不过华为新机现在来了 华为新机现在这样 所以台湾厂商可以送过去 因为之前是说不要 之前是说这个华为新机 在台湾不上市了 对 现在说又来了 对 所以我们对华为的新机的话 我觉得像我们昨天提到过华通 对 因为把它责任利多 反正它不涨 不涨 我认为这都是跟华通 这个有关系 那唯一这一点的话 我们就是说我们来看 我觉得这集团股票台湾电 不用讲了 因为这个就是大家教不出 什么教点 那大力光大概也 也没什么好谈的 因为这个 这个不是大家的股票 你不去买台湾电 你不去买大力光 台湾电都不买了 怎么会去买大力光 对 不可能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里面 仔细想一下 我们也担心 刚才三个方面说 制裁 对不对 我们最好是在中信 都一定用得到的 我觉得 因为最近的10英元件 在日本 因为10英元件是大中 也是5G的最重要 基地台重要的10英元件 那我觉得 慢慢把经济给我们看一下 3042的K线 我觉得这档股票 3042的K线 你看 因为 再看这档顺便看一下 8182 8182的加高 8182 你看它是这样子嘛 表示说 对于这一块10英元件 突然间 10英元件今年年初 突然是不好 可是因为日本开始 在供货 开始这个 准备这个 所谓的5G的 5G的这个题材效应 它突然间变成大好了 那日本的加高最近也都在高档 那这个是国内这个索英元件的 可是我们刚才看华为的供应元件 里面没有加高 是3042的经济 我们再回来看3042的经济 都要反而是震荡整理拉回 我认为这比较有机会 因为你的范围比较广 你可以牵到华为 可以牵到日本厂商 对不对 它这个就有机会 好 另外一个部分的话 我认为被动元件 我再次强调 被动元件是有机会的 因为它再怎么样都利空慢慢出境了 而且我们来看2456 因为我只选两党 像2456的奇力心 那把图形缩小一下 你把图形缩小一下 从东方的图形再缩小一些 没关系 实际上它 你知道它还是在底部 它跟国际很像 很像 从去年跌下来之后就躺在地上 我这样讲说 当然因为 就是因为我们的被动元件 是华为的最主要被动元件 在中国大陆叫风华高科 最近也在拉 可见这个问题不大 其实华为的供应链 在中国股市最近都 因为可能又担心被制裁 表现都不强 风华高科拉上来 就是说被动元件 风华高科有个小盲点 就是说它的这个所谓的制程 或者水平的话 没有像奇力心这种的 比较高端的 这样懂意思吗 它的制程都没有办法达到 这个大程度 所以它算是供货给华为 它只是没有办法 所以我觉得 这一档比较2456的奇力心 倒是可以留意一下 好 今天关键部分我们来关心一下 在今天关键部分来看的是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要除全息了 那当然今天有没有机会 直接秒天息 尤其台积电 现在外资的这个平等 又往上看了 再往上拉 所以台积电的这个 接下来的这段行情 是不是还是依旧是 在看好的路程 我们因为这个内容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内容 台积电的这个内容 因为它这个相当重要 我们看台积电的这个图表 这个先看 你看它历年来除息都不错 但是这个已经不是很标准的 为什么 因为它现在每一季除一次 对 它以前是 这一年 所以它这个除去前的收盘价 参考叫这边 上一次九月开盘秒天 秒天 今天市场上乐观 那乐观也没关系 要合理的 但是因为它现在除了少 所以只有21点 他以上次除前的话 就一口气就60点到70点了 现在只有27点除以3 对 那种除以3除以4 但是不管那天气的速度的话 它一般来讲的话 台积电历年来 每一次都填息 只是填息的早晚而已 就快跟慢 对对对 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现在几乎 现在用秒天 用秒天 那我们今天一定要拭目以待 开盘就知道了 是马上填息了 好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图表看一下 对 关键就是张忠谋曾经说过 要去买要去买 如果他们说如果你有听的话 在他讲的那一天 你算到现在 一倍 一倍 而且那时候已经涨多了 对 他还想涨一倍 他还想一倍 我们不知道 如果你知道我们二十几年 刚开始有金元代工 对 你把台积电跟那个联电比的话 哎呀联电太难看了 他那时候讲208 对对 你看208 你看 你看现金三百 你看多少 那你我们不管 就是说 如果是这样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台积电 台积电变成说 我这样讲 就是说 很奇怪了 这种一定涨了一定赚到钱的股票 反而投资人 不敢 对 我看到一个 一个那个基金的 这个做一专门做ETF的达人 他说他今年买的 做的ETF都亏钱 因为他买中小型ETF 他的朋友 他朋友不敢像他这样买 买台积电类似相关的ETF 算反了 好 没关系啦 我们在 可是我们讲台积电 如果是这样的话 简单 我们看有没有相关的图表 再出来一下 因为台积电的 比如说 说如果是像我们 看到台积电供应链 我觉得从供应链来下手的话 可能就比较好 我们来看股价 3680的 3680的这个 还是我还是非常看好3680 因为今年蛮特殊 加登 加登昨天也拉一根了 对对 可是我们 再拉一根 可是我们这样讲 它是按照规矩来的 哦 所以 他有去休息一下 对对啊 如果是这样子 那再这样 也没什么奇怪 因为真的加登 加登跟今年的5G不太一样 它是下半年才开始动 对 而且它的机会比较大 能到到明年 因为台积电变成是主流 我们再看里面一档 这个6196的樊宣 对 6196的樊宣 你看它也是 同时啊 同时间拉 同步 但是你选的话 你要选重低加 就选它啦 但是我觉得当然 加登比较不一样 因为它今年UV这一块的话 是属于那个 可是我们再来看一档 今天今天有一档 股票重上来 叫做亚翔 6139的样子亚翔 你看第一个 它也就补偿啦 订单也满载啦 对不对 它在中国大陆 又亚翔集成 最近表现也不错 这是比较特殊的 但是我再说回来 我还是要看 最看好的 是3413的叫金顶 为什么 你看 也许你现在没什么动 但是未来空间大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不只是 台积电的供应链 这是红海集团啊 准备要进入这个 这个晶圆这一块 这个半导体这一块 重要 以后一定它是 它是做中间转手的 而且红海只有它而已 对不对 所以从这边 因为我们再把图形 缩小一下 事实上股价 也没有像说 加登涨那么多 你虽然涨上来 它没有这样涨那么多 可是你不要忘了 红海未来要进入 这个半导体的话 一定是靠它 一定是靠它 所以我认为 它未来的空间 反而在明年年初的话 以补涨效应的话 它可能胜过那些 刚才说的加登那些 这个就可以留意了 这个法人最终目标价 一直在往上调 OK 注意了 好 那现在来说在瓶盖当中呢 瓶盖当中还有非常 大家留意的是在 相关于 对 AirPods的部分 台湾的供应链怎么样 快速给大家来看 台湾供应链 我们就简单看 两档就好了 因为这个跟力讯有关系 因为力讯就是中国的嘛 我们来看一下 4943的 四手43的 这个叫做 这个刚好最后整理 4943 Hong Kong最后整理 那这个质量股票基本面普普 但是我倒是觉得可以新崛起的 2439 这好久没有动了 对不对 对对对 好久没动了 对不对 这个就反而有机会 这个反而有机会 我觉得拉回早晚一点 要做这种的 因为力讯 这必定不同小 股价创历史新高 这都会带动 而且他们整理已久的 最近现在选那个整理已久的啦 对啦 不要选那个一拉很高的 乖离太大了 我觉得是可以留意一下 好 那今天的观盘重点呢 今天观盘重点来看一下 是不是来是不是真的秒天息 真的秒天息是不是 很关键 美光 因为美光这都半导体 所以进入半导体的天下 所以美光旁后的大涨 会不会带动今天相关的股票 留意一下 好了 一万二 不要忘了 一定要再大 要有量再供 如果低于一千六百亿的话 就只能继续整理了 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好 这在今天的关键的 这个台北股市当中 帮大家来掌握 不过今天来算 目前期货开盘是小涨的13点 一万两百一 一万两千一百零九点 涨幅0.1% 所以感觉上今天开盘其实还不错 对啊 可以啦 这个稍后九点九马上看台积电 对到底能不能马上秒天回来 对啊 对啊